首批西式教招三元化登場 招員們換裝完畢 仔細聆聽指令 因為接下來是四天訓練 都得上井發條 兩腳架 這回首帝共招集一個營的兵力 共四百名受招員 報導率高達九十八點九 日夜操課可不輕鬆 根據曝光的課程內容 第二到第三天主要做兵器訓練課程 做專長復訓 也會學習編制武器 以及戰傷急救等等和睦 這回視訓長達十四天 為了兼顧課程的連貫性 採取一訓到底不放假 不過手機採集中管理制度 一天三次開放使用 可以跟家人聯繫 軍方強調這回後備訓練 將做好做滿 因應台海情勢 我國今年國防預算 達到了三千七百四十億元 不過根據中國公布 今年度國防預算 換算臺幣約末六點四兆 超過臺灣十七倍以上 國防立委強調臺灣應該善用國防預算 建構不對稱戰力極大化 持續強化我國後備戰力保衛國家 也是眼前當務之急 下輸入選人嚴峻強調臺北報導 在這次烏克蘭面對俄羅斯的侵略當中 我們發現全民抵抗的意志跟能力 以及後備戰力的建立 事實上是一個國家能夠抵抗外武 能夠持久堅持下去非常重要的國防力量 那臺灣從今年開始進入後備改革的時間 包含教招擇優 選擇第一級最重要的後備戰力 進行14天的訓練 我想這訓練會比以往更扎實 那每一天操練10個小時 甚至於跟長輩兵力相當 這對臺灣培養重建我們的後備 堅持的戰力是有幫助的 那我們也提醒國防部 在這樣的訓練中 特別要以這一次俄羅斯 入侵烏克蘭為借禁 對於反坦克以及防空 個人的相關的武器裝備的訓練課程 應該要加入 那另外中國也公佈他們年度的國防預算 高達6兆2300多億台幣 是臺灣的17倍 當然我們了解 中國的預算比臺灣高 中國國防預算特別高呢 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這臺灣國防預算 17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預算 事實上還算低估 因為他們還藏了很多預算 在其他的部門 那另外一方面 中國因為要面臨的外敵比較多 他幾乎沒有朋友 所以他要防守的線比較長 他的預算金額高是必然 另外一方面 中國窮兵獨武 要現代化他們的軍事力量 不斷地把預算放在國防事務上 這是這幾年我們看到的趨勢 而臺灣呢 是防衛固守保護自己家園的國防概念 所以預算沒辦法將直接比較 反而我們臺灣應該善用我們 有限的國防預算 建立有效 不管是源頭打擊 從城嚇阻 最重要的是不對稱戰力的建立 讓企圖侵略台灣的國家 能夠多想一下 因為你不僅會付出沉重的代價 而且不一定打得贏 我們要有防衛自己的決心 而且要建構適當的不對稱戰力 讓敵人動手之前思考一下 碰臺灣這一個刺蝟島 會得不償失 而且沒有勝算